在台湾史这个领域 在还没有被重视之前 他就是一个先行者 因为庄永明先生的关系 他的志业希望在这边 帮大家来做导览讲故事 所以人家问我说 你想老实吗 我说我只要唱这首歌就会 台北 台北 我们的台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